你是在吃醋吗 你再让我吃醋了 我算看出来了 原来你才是亚洲醋王本人 因为太在意 所以放松大了 那你有几个 要不是秦医生请他吃饭 我都怕他闷出病了 现在全院 也就秦医生能FF的 来了 完了 完蛋 还有一只外卖呢 丛容 我知道你在 你开门 你不开门我就一直敲 敲到你开位置 你要躲我到什么时候 躲到实习期结束吗 你也太怂了吧 好 谁走了 有事说事 你为什么躲着我 谁躲着你了 我 我是因为这几天太忙 没时间跟无关紧要的人说话 无关紧要 这就是你跟我划清界限的原因 那我们现在什么关系 无关紧要的同事 无关紧要的邻居 好 是什么关系重要吗 反正你喜欢的人 不是清楚 你是在吃醋吗 丛容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喜欢的人不是清楚 我喜 怎么可能 你说你喜欢一个人 很久了 那个人大概 还不知道我喜欢他们 我跟着你 我跟着你 不管你喜欢的是谁 总之不要再和我暧昧不清不清 你能意识到 我在和你暧昧不清之后 那我要快点成长起来 不再给上官老师添麻烦 然后 变成像上官老师一样优秀的 历史 你组合一个上官老师 又一个上官老师 你再这样我吃醋了 我算看出来了 原来你才是亚洲醋王本人 你说对了 人工呼吸可还没普及 还有心肺复苏 李狐芒 你是享受律师函吗你 恋爱的宋仇 你送我表姐就是高尔 送我就是那一处的宋仇 休息 什么东西啊 你送我表姐的丝巾 丝巾 我没送你表姐丝巾 老大 其实我脖子也空着 谢谢 房屋上官义 上官义谁啊 上官老师的哥 王哲出兴兴了 开门 开门啊 文小姐 开门 我突然 我突然很想学习 我去出床看小书 开门 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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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煲的汤绝对不比你差 炖了整整一晚上 昨晚敲了半小时菜铺的门 硬是把老板叫起来 卖给我一支炉花鸡 几点回来呢 十一二点吧 怎么了 你那个上官老师 又拉着你加班了吗 是我拉着他加班 快快快 快尝尝这汤怎么样 来 我不想喝 还没好吗 没胃口吗 你这个上官老师送礼物 送错地方了 我帮你收了 丝巾呢 先放旁边 汤凉了就不好喝了 他为什么送你丝巾 就昨天晚上我给他买粥弄脏了 他陪我一条吧 你还给他买粥了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为什么是粥 为什么是粥 对 为什么是粥 上官老师的胃饼还没痊愈 不得喝粥吗 难道我给他买烧烤啊 那扬尘面 扬胃散什么都行 就不能是粥 你到底是怎么了 如果你不喜欢他送我的丝巾 我可以退回去 我煮了一晚上的汤 你说不喝就不喝 你一样关系什么 是因为礼物 还是因为粥 还是生气我最近经常试约没有陪你 又是灵天灵不好心子 烦心在下着 其身物高 其身物正 我却学不会低癌以低伤 又出一局势 因为太在意 所以放松大落 爱情设置也不测 心动心的那一方 总是处于弱势 你根本就不信任我 上官老师已经在会客室等了 不能换个人吧 能请到他你烧高香了好吗 还挑剔 还不是因为我跟他有不共喝粥之处 这位是我们律所的金字招牌 上官义律师 如泪滚 这位是云记医院的优秀青年医生 温少卿 打过几次照面 苍苍 苍苍苍苹 虽然魏医生是自己人 但你也得倒杯水啊 不好意思 我现在就去倒 丛容说这个案子 你姐就温头多了 那就拜托了 他过欲了 诉讼有风险 在法庭没有宣判前 没人能肯定官司的注意 这些话一般都是我跟病人家属说的 手术有风险 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 虽然不习惯角色互换 但我可以理解 说实话 我并不希望你来找我 我也不希望在手术台上见到你 你带我逛的荧幕不孝吧 我对你上学内的环境特别的好奇 你是对我和你分开的那段时间好奇吧 走 带你去个地方 那个是行政楼 每次去那儿呢 保安叔叔都会给我堂吃 那个 体育馆 里面超大 还有游泳池呢 这是你们女生宿舍吗 嗯 那你住哪家 那一间 但是我跟宿舍的感情不深 家就在学校里 有家不回 没必要 是吗 嗯 我怎么觉得她另有隐情呢 不就是多说了几封情书吗 还有呢 还有 就是偶尔有人给我送饭啊 送茶 送礼物 还有呢 嗯 可能还喜欢堵我喽 哦 可以理解 这种困扰我也挺好够 确实头疼 那你有几个 那你有几个 不多 还好 那你收了没 你看 你收了呀 你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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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几个现在还没有联系啊 你那几个还有没有联系呢 根本就没联系过 我根本就没有收过 我根本就没有收过 是啊 是啊 他们将来生出来的孩子 一定很好看 你买那么多 吃得完吗 好 好